159 《蘋果日報》 賣樓炒股4 375萬湖南大屋搬世屋 2015年7月11日兩岸要問 24中港股市變幻莫測 早一陣子內地股市大升 不少股民都選擇賣樓炒股 到上月底股市持續下滑 股民亦是從樓市光環 突然應急保倉 有股民早前擺原本換樓用的資金放到股市 誰知遇上大跌市 一週內損失超過300萬元人民幣 下同約375萬港元 亦有不少准買家近日在股市選手 不得不撻訂 失去上10萬元 約12.5萬港元 定金 上海市民州先生本來打算換更大的豪宅 便於三個月前把置著的一個天山河半花園 圖2000多平方尺單位 以1000多萬元 約1250萬港元 的價格出售 但賣樓之後 他見內地仍來大紅市 便先賺換換樓計劃 把資金都投放到股票市場 卻不幸遇上大跌市 原本用來換樓的資金在一週內極速損失超過300萬元 隨時只能買到小房子 樓市現撻訂潮中原地產上海濱江分行一名經理子 自別市以來已有多名本已落訂的准買家 因流動資金大幅縮水而撻訂 單時濱江區在過去10天就已經有至少三宗個案 據悉 一名准買家上月本來已經看中陸家咀一套價值2200萬元 約2750萬港元 的3000多平方尺公寓 並已已支付10萬元定金 卻遭逢股市效或連資金被透露 成為大集蟹 不得不取消交易 隱痛損失10萬定金 奔綱分行的經理又透露 不小以付首期的客戶流動資金受到影響 需要急籌資金應付 或由一次付清樓價轉為貸款供樓 除了住房 有在上海中心地段持有甲級寫字樓的業主 亦因資金被股票套勞 為了尋找資金補倉 便把售價降低至每平方米近4.3萬元 約5.37萬港元 比市場價每平方米便宜約500元至800元 上海新聞 《神報》 蘑菇 托